城南道上有一間很小的泰式雜貨店 門前經常都很熱鬧 這份熱鬧背後 全因彩虹有為風趣的店員 我想起賭盒的 不問答案 先拍一條影片 你好 我是Sam 我是彩虹做的員工 搬開9點就收7點半 不過很難說 有時士頭婆婆 逢星期三 星期日會比較晚 蔡熊是賣泰國雜貨 一般泰國人賣的東西 例如串燒 豬肉丸 那些食物 熟了的食物 泰國空運過來的食物 還有一些甜品 還有一般泰國舖 他們會賣工臣的用品 例如鮮花或者工品 我聽士頭婆說 他們應該是90年代 因為在啟德機場開始 成艦到未成營 不是那麼多泰國舖 從普通一條街 到泰國舖 那麼多泰國舖 就因為舊機場 因為近那個啟德機場 所以方便他們落貨 其他東西 還有 當時來說 越來越多泰國人 或者 嫁了來香港 或者來香港工作 開始聚成一條街 因為純粹是從舊機場開始 因為 這裡是近機場 很多人就帶點食物過來買 賣給他們的同鄉 漸漸可能 其實香港人都很喜歡吃泰國食物 漸漸開始就性癢 所以彩虹由90年代起 就已經開始賣泰國雜貨 可以說是最早在盛南道營業的雜貨店 好 這個就是我們很有名的豬肉串燒 從泰國來的 泰國 因為它周圍都有 但是這間特別好吃 那個婆婆做得特別好吃 我們其實 跟這個婆婆合作了很多年 賣這個豬肉串燒 它有秘方的汁醬 因為我們都不點解 泰國豬肉 一般來說 就比我們香港的豬肉 它這隻豬肉比較軟 還有泰國豬肉沒有股酥味 因為它屠宰的方法不同 泰國用清真的方法 放血湯 所以沒有了股酥味 所以拍攝當日 是阿Sam特意為我們留下了一包 期間有不少人想買都沒有了 不好意思 要些甚麼 有毛鞭嗎 毛鞭沒有了 因為這樣就賣光了 不好意思 要明天才有 受歡迎 我這個 真好 我現在先蒸兩蒜給你試 為何它的味道 是這麼多人喜歡吃 還有它45元真的不貴 除了豬肉串燒受歡迎 混合了香茅筋不換辣椒的魚餅 都很受歡迎 口感就好像港式魚腐 但調味就很惹味個人 這個就是酸腸 泰國的 這個酸腸叫做西國二散 二散就是某一個地方的腸 裡面有米、肉碎蒜和豬皮 他們一般配搭辣椒、青瓜 這裡其實都有圖給你 椰菜 彩虹更加不時會有坊間少見的 特色泰國甜品 泰國來的燒糯米 裡面有包香蕉或者芋頭 泰國糯米和香港的糯米有甚麼分別 比較新鮮 黏度很高 口口很黏 很滑 所以人們喜歡吃芒果 泰國的芒果糯米飯 就是這些糯米 這個叫做朗什西泰文 它就是椰汁糕 椰汁糕 它是用新鮮椰汁做的 裡面有椰絲椰糖 好似這種椰汁 這些是用罐頭椰汁 它會比較白 它用泰國做的椰汁糕 它就沒有那麼白 但它加少許鹽下去吃 就很好味道 它這隻糯米池 首先它有少少黑椒在裡面 中間就是綠豆蓉 即是鹹的糯米汁 對 鹹鹹甜甜 好吃一點 講起甜品 當然不少得最出名的斑南冰心包 這個叫做斑南麵包 有些人叫做斑南冰心包 它這隻麵包是凍食 最好吃 因為一般麵包 你弄暖它 它都不會難吃 但它的特色 它這個麵包凍食更好吃 它這個麵包為何那麼好吃 因為它從泰國做過來 它的材料都是新鮮 在當地新鮮做的 椰汁、斑南它們都很便宜 所以它們一般的質量就不會差 這個就是千層糕 千層糕都很多種 這一個廠和這一隻 就是最傳統的千層糕 首先它們沒有食用色素 其實斑南味和椰汁味都很均勻 因為一般你看到它 是否好像有少少瓦瓦的顏色 其實它是因為涼一涼 可能吹一吹冷氣 椰子就出來了 而且它甜度不會太過甜 口感就像某一種椰汁斑南糖 綠色三角形的糖 口感是相似 只不過那隻糖有防腐劑 這些就沒有 說明是泰式雜貨店 就當然有各式各樣的泰國零食 我們還有這個冬蔭公豆腐皮 它是純素 它其實有很多功夫 因為它要把豆腐皮浸好 然後再放一些冬蔭公的配料 入了它的味道 然後再烘乾它 中間這個檸檬葉又吃得 是驅風的 都很好吃的 我們也有很多人買的 介紹完之後 Sam還很貼心地拍我們口渴 請我們飲食頭婆 帶給他的私貨飲品 我們頸頸殼 有些頸殼 你出聲 這些泰國飲品 這個 不能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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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一下泰國味道 老闆請 不用了 你就可以喝 這個不能買 我免得 這種這麼貼心的性格 其實是跟Sam以前的工作有關 以前我在機場 國泰的VIP開啟 因為我們的老闆娘 他經常飛過來香港 就認識到他 他說過來幫他忙 就幫他忙 有些人覺得 可能說 為何你們香港人 在這裡做些泰國 好像覺得很特別 就是這樣 我又或者純粹 賺食 賺食 因緣際 這樣 我見你說泰文 都說得很快 都不是很快 就因為 有需要 你慢慢都會認識 正如那些泰國人來香港 他們生活 各樣要溝通 就一定要學多少 可能以前職業病 有些熟客 我們都 你坐下 要些甚麼 坐下 這個慢慢 是我以前那份工作 訓練到我會這樣 而泰文說得這麼流利的Sam 就笑言自己到現在 都看不懂泰文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害怕 我也不知道怎樣介紹 宗教 宗教 還有一些鬼故 有的 他們在泰國 基本叫做 屬散皮 這是鬼故 有些鬼故的書 那類 是的 那些泰國人 裡面 有些包羅萬有 有些甚麼都有 這個 一般主要是鬼故 他們的雜誌 通常不會一個單元 一本雜誌之中 有其他的題材 那你懂不懂看 解不懂 我們這些洗腦 看見泰文好像符咒 那樣 Sam這種幽默的性格 令不少街坊都喜歡跟他聊天 亦都令彩虹變得與別不同 首先可能的特色是 他們的其他店舖 可能像超級市場的模式 我們就直接對客人 溝通各方面 可能客人就覺得 感覺像賣物 因為你看看 可能其他店舖不知道 可能進去收銀付錢 我們就直接收錢 可能和溝通的問題 最主要是 可能就是這件事 人家覺得 已經像是買東西的感覺 不是說 那些大型超級市場 我買完這些給錢 走 沒有交流 我們可能有時候 為何去哪裡 多了一個這樣 可能 是不是人情味 我也不知道 但是沒有辦法 商業社會有時候 都沒有辦法 這方面的事情 可能都越來越少 沒有任務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